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中也就看不到其他人 包括韩信 多年来 韩信一直都没有得到重用 所以后来就改投了刘邦 但是到了这头之后 发现还是得不到重视 本来一气之下又出走了 但是被萧和追了回来 并且向刘邦大力举剑 这才总算被看见 最后成为大将 等到刘邦成事之后 天下太平 韩信这样有失利的人 在皇帝眼中确实不太安全 所以对他产生了猜疑 对此韩信也已经有所察觉 就打算先一步造反 结果 这是被以前的伯乐萧和发现 最终被其联合旅后除掉 后五个字 存亡两妇人 对于这两位妇人 大家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早年间 韩信还没穿上军装 那个时候家里穷 韩信有很多时候 连饭都吃不饱 甚至有一次差点饿死 后来在路上碰到了一位好心的妇人 让她到自己家里去吃点饭 并且招待了她几天 才让她又休养过来 所以说 这个妇人相当于给了她一次重生的机会 那么让韩信死的那位妇人 想 必大家就很清楚了 当然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女后 堂堂一朝大将最终死在了一个妇人手中 深不知道是这位女后太有手段 还是韩信缺乏警惕 不过这样说来 这十个字 提到三个人 倒是非常完整地记录了韩信的一生 至于其中的功过 那都随历史过去吧 你们觉得 还有哪些话 可以用来总结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当中留下你的看法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下体情节目 明镜下体感phrøcy 明镜下体害